台灣這幾年 國人十大死因之中 有八項都跟肥胖有關 癌症 心臟病 腦血管疾病 糖尿病 高血壓 慢性的肺部疾病 腎臟病 還有肝臟病 體重是不是越瘦越好 其實這是一個不正確的觀念 我們要關心的還有體脂率 還有腰圍 腰圍代表的是我們內臟脂肪的厚度 有沒有一個代謝症候群的指標 市面上有哪些常見的減重迷思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單一飲食法 它的問題會在於說 你只有攝取果糖然後完全沒有蛋白質 久而久之你的瘦就會是變成所謂的泡芙人 肉鬆鬆的完全沒有肌肉 還有一個有名的迷思 就是有些人選擇他完全不吃澱粉 完全不吃澱粉 短期內會瘦沒有錯 但是它是一個很難維持長期的方式 那一旦你只要破功 你體重就會快速的上升 小量多餐 會讓我們整天的血糖都不平穩 胰島素不斷的被刺激 那胰島素只要被刺激 我們身體就難以燃燒脂肪 減重的人在食物的選擇上 一定要多選擇低GI的食物 GI只是升糖指數 它指的是一個食物在我們吃進去之後 血糖上升的速度 就會越激素 就會刺激胰島素分泌 會讓我們身體容易去儲存脂肪 所謂的天然嘛 像纖維多啊 蛋白質含量高 這些食物基本上都是低GI 簡單來說 越精緻 加工過程越多 GI 值就是越高 以澱粉主食類來說 地瓜 就是最好的 那再來是糙米 比糙米再精緻一點的 白米 比白米再更精緻的 就是那些我們一般覺得最好吃的 麵條啊 麵包啊 可頌吐司 這些精緻澱粉 我給大家的建議是 一天大概就是兩到三餐 重點在於 這三餐之間就不要再有其他的進食 蛋白質是我們減重裡面最重要的營養素 蛋白質要吃夠才能增肌燃燒脂肪的營養素裡面 我們也需要蛋白質 我們適當的去利用蛋白粉這樣子的伏肌品 去達到一個我們整天蛋白質的攝取量 這樣是一個蠻OK的做法 再來提到蔬菜 我們喜歡它的高纖維 可以促進腸胃蠕動 然後又可以有飽足感 天然圓形的蔬菜 它有一些重要的營養價值 像是維生素啊 植化素啊 這些其實在調節生理機能上也很重要 蔬菜如果吃不足的時候 然後同樣也可以去找看看有沒有一些適當的補給品 運動 我會推薦大家做什麼呢 有氧部分我反而是推薦大家輕鬆的有氧 輕鬆的有氧 其實就已經有燃燒脂肪的效果 核心運動 還有肌力運動 都是一個不錯 值得長期投資的 它可以在我們減重的同時 幫助我們肌肉量的增加 雕塑身形 那你的肌力訓練核心運動 只要能夠持之以恆 肌肉增加之後 你的身體代謝率也會提高 就可以養成大家喜歡的一個益壽體質 你這是誰要入驗的 你得到你 於是你的霸心 你得到你 有氧水